针对近期政府宣布将会在雪州设立集成电路IC设计产业园区 其实我国既然已经在北马有了槟城八六拜和击打居邻 作为半导体的科技重镇 那为什么还需要在雪州设计IC园区产业园呢 今天线上我们就请来了负责这个项目的 雪州资讯科技及数码经济机构SIDEC首席执行员杨凯斌 亲自给大家解答疑惑 马上来听听稍早前预录的访问 我们应该以误补的心态来看待半导体产业在马来西亚的茁壮 而不是零和关系 北马的槟城居邻半导体走廊主要以后端的封测为主 已经非常的成熟甚至拥挤 而雪州政府设立的芯片IC设计园区 主要以前端的芯片设计为主 鼓励国产芯片ODM政策的普遍化 下下补充了目前 马来西亚半导体产业的前端固定之处 两者其实相符相成 半导体产业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 去年的事实就高达5000亿美元 我们除了希望建立一个完整的供应链 以提升马来西亚的出口之外 更应该着重发展附加价值和创意最高的设计生态圈 既然这个不是零和关系 毕竟北马的槟城和吉打居邻的科技产业 主要是以封装和测试半导体产业为主 而雪州则是着重在半导体的前端晶片设计为主 那么现在未来有什么计划来协助我国 进一步壮大半导体产业 甚至在未来还能够期待国产晶片的到来呢 来听听凯冰怎么说 雪兰州政府和中央政府所新设立的 芯片设计园区IC Design Park 不单单只是一个培训中心 而是要建立一个公共资源平台 来协助本地国产芯片团队的快速成长 目前企业自行研发芯片面对庞大的挑战 如技术难度高 人才少 成本高 研发周期长 以及风险高 我们提供芯片设计整个流程 也提供一站式新产业链接 以加快本地芯片公司快速投入生产 我们已经获得全球著名的IP公司Arm的合作 以转移更多的技术资源 来扶持杰出的本地芯片公司 我们更希望幅化更多本地 甚至合资公司的设计团队 并透过VC和本地的资本市场 一起来壮大国产芯片设计能力 好的 谢谢凯彬做客八度早新闻 谢谢凯彬做客户